好,那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下第九课的课文 那我们基本上呢,这课的课文嘛 我们还是分成两个部分 那我们现在先来看到第一个部分 大概是这个文件的前四页 OK,那我们知道我们这课谈的是所谓的 superstitions, right OK,所以呢,这个标题呢就是用 a rabbit's foot and a piece of wood 那当然我们知道a rabbit's foot指的是一种 就是一个兔角形的一个项链 这样子,OK,可以带来好运 and a piece of wood 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常常讲那个 knock on wood,那个习俗嘛 那个迷信这样子,OK 好,那这篇文章 这个课文的话,它有个比较特殊的地方的话 就是说呢,它是用这个 所谓的这个 写日记啊 跟日记对话的这个形式来开始的 OK,好,那所以呢,我们看到开头的地方呢 就是有一个女孩子,她说 dear diary I can't believe that Jonathan finally popped the question 好,pop the question呢 我们在课本里面有解释到了 她说pop the question 意思就是说ask for marriage right,OK,propose marriage OK,所谓的求婚的意思 这样子,OK,好,那这边的话 当然我们说pop the question 这个the question 就是那一个 OK,女孩子非常在意 当然其实以现在来讲的话 这个pop the question不一定是指男生提 女孩子也可以提哦 OK,好,反正指的就是求婚啊 I'm engaged 好,我们说engaged那个字呢 我们在讲单字的时候有提到说 engaged的话呢,是指说 使人家呢,现身于 或者是使人家投入于什么 那所以一个人呢 变成这个状态 就是投入于什么 现身于什么的话呢 在这边指的就是说订婚了 指的就是说呢 你有了婚约 你愿意投入这个婚姻嘛 OK I was so happy that I called Angela and asked her to be one of my bridesmaids She screamed with me when she heard the news and said yes immediately and oh,I must 好,在我们书写上面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这样子用 当然这个就是表示一种强调啦 for emphasis OK 好,所以你把它变大字 特别是在书系里面的话呢 当然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书写上面 因为你没有办法让对方听到你的声音 所以就只要用这种方式来表达 OK 好,他说I must lose 10 pounds before the wedding I've got to I've got to 好,基本上呢就是 I have to 的意思 好,I must I've got to I have to 或是I've to OK I've got to look perfect on my wedding on my wedding 好,on my wedding 这边为什么我特别把这个地方整个框起来 因为这边其实是一个以what开始 来作为一个名词子句 What this woman wrote 这个女孩这个女性她写的东西 这个wrote什么 wrote what 这个what的话其实在这边是这个wrote的授词 当然我们说以what开头的这个句子的话 我们说它叫做一个名词子句 这个名词子句的话 我们说叫所谓的noun cloth 这个名词子句的话 是当做这一整句话的什么 是当做一整句话的主词 所以动词在哪里 动词在这个mind sound 所以我们前面这个地方是主词 它所写的 它在日记里面所写的事情 mind sound 这边的话是我们的动词 可能听起来怎么样 familiar to you OK 好 something is familiar to someone 意思就是说 某人对这个东西熟悉 某人对这个东西不陌生 OK 好 那英文的话可以以事情开始 这个东西对谁谁谁而言 是很熟悉的用to 表示有个对象 对你而言也不陌生 什么事情呢 inviting 好 那我们看到我们刚才讲到说 这一件事情 有没有 这位女孩 她所写的这个事情 那既然是一个事情的话呢 所以我们这边这个inviting 有没有 我们会变成呢 用所谓的这个动名词的方式 来表达一个名词 一个动作这样子 OK 好 这件事情就是什么事呢 inviting the bride's close friends 好 这边请同学注意到哦 这边close friends 这个close放在friends前面的话 当然就是用来形容friends 那既然是用来形容名词friends的话 所以这个close是什么词啊 这个close的话当然就是形容词 表示呢 亲近的 所以它的密友这样子 OK 好 那close这边当着形容词的时候 记得是要念close 而不是像我们说 关闭的时候是念那个close 那个不太一样 那个尾音不一样哦 所以这边是close ok 好 所谓的我们说无声啊 那个s的音这样子 ok 好 那这边的话呢 指的是形容词 他亲近的朋友 to be her bride's mates however the origin of this custom may not be known ok 好 那这边的话 请同学要注意到 因为我们是用什么 the origin 对不对 好 我们是用这个 由来来源 来作为主词 好 那由来来源的话呢 是被我们所知道 有没有 好 好 虽然在我们中文呢 可能并不会用被动 我们会说 这个来源呢 很少人知道 我们好像自动就把它转成什么 自动就把它转成了主动 好 但是英文的话呢 这个逻辑很重要 因为我们的主词是来源 来源的话呢 当然就是要被 好 比如说被很多人知道 或者是被很少人知道 ok 好 所以呢 会变成是用被动 好 那所以同学会看到 这边是这个是be known 好 为什么是be呢 当然因为前面什么 前面这个may嘛 对不对 好 住动词 后面呢 当然我们就用原型动词be known ok 好 这边呢 是一个be动词 加上过去分词 表示被动 被 好 也许呢 并不会被很多人知道 这样子 ok in Roman times ok times的话 这边指的是时代的意思 ok 好 就是比较长的一段时期 我们叫做 Roman times ok 好 罗马时期 好 那同样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怎么样 同样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 类似于 举例子来讲 的话呢 ok 我们也有所谓的 the Greek times ok 好 希腊时期啊 罗马时期 In Roman times people believe that evil spirits ok 这边我们说这个spirit 可以加S的话呢 表示它并不是你的 呃 表示它并不是我们常常讲的 这个精神 啊 ok 好 而是呢 这边指的是什么 是这个所谓的 神 那鬼啊 这个可以 精灵之类的 这样子 ok 好 他说呢 evil spirits 邪恶的那些 鬼这样子 might attend a wedding ceremony ok attend我们当作参加的时候 直接说 attend a ceremony 好 你也可以参加一个人的 结婚典礼啊 attend someone's wedding 或是attend someone's wedding ceremony 直接用attend就好了啊 ok 为什么要特别这样讲呢 因为啊 常常有时候我们会跟另外一个 attend to搞在一起 attend to的话呢 基本上是指照顾 照料的意思 然后去留意 注意 照顾 照料 那个是attend to attend to的话 或者是你可以说叫做 take care of 这样子 ok 而attend的话呢 是指说呢 你参加的意思 出席 我们叫做attend attend a wedding ceremony and hurt the bride 好 以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迷信 然后 那这个其实当然是因为 大家呢 对于这种重要的这种 婚伤喜庆 会特别特别的注重 怕说 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 然后来这个 把整个这个欢乐的气氛 搞坏了 ok 好 therefore bridesmaids try to cheat these unwanted visitors unwanted 不受欢迎的 大家不喜欢的 他们呢 they are not wanted 所以我们变成 unwanted visitors by dressing in 好 穿什么样子的衣服 dress in 什么什么什么 ok 好 比如说你说 我喜欢呢 穿的一身黑 I like to dress in black ok 好 那呢 这个新娘的话 通常都是 dress in white 没错 那当然传统的这种 中式的话呢 ok the bride will dress in red yes ok 好 那这边的话 dress in almost the same way ok 他穿的方式的话呢 almost the same way as the same as 好这个地方的话呢 应该 呃 不用再 特别特别强调 但是还是提醒同学一下 和什么什么 一样 the same as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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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this is one superstition can you think of 好 你还可以想得到吗 can you think of any other superstition in everyday activities 好 好这边请同学注意到 好这个everyday 要连在一起写 因为它是一个 形容词 ok 好 他指的意思的话 其实就是 daily 对不对 好 日常的 这样子 ok 好 那注意到这时候连在一起写 它是形容词 daily activities everyday activities a superstition is a belief and it means that one event can result in result in 我们说导致什么什么 造成什么什么嘛 好 result in ok for example result in a big disaster ok 好 那大家同学 我们知道还有另外一个叫做result from result from的话 后面加的是什么 后面加的是你的原因 造成的原因 result from 好 比如说result from a lot of rain 因为下雨的关系 这个下雨的话是导致这件事情的原因 这样result from a lot of rain 这样 ok heavy rain ok 好 他说呢 one event ok 一个事件 然后一个发生的事件 can result in or prevent another another的话 这边当然就是指another event 没错了 好 因为我们前面event已经讲过 不要再讲一次了 ok 好 especially when the two are in no way related in no way ok 等于说呢 absolutely not related 完全 ok absolutely 或者是我们也可以说completely not related in no way ok 好 或者是有时候我们说by no means related 也可以 by no 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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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 完全 完全不相干 take a rabbit's foot 这边这个take a rabbit's foot的话事实上指着就是说 以这个为例 take a rabbit's foot for example ok as an example rabbits like most other animals touch the ground with their back feet first 有点特别吧 when they are running many westerners thus think that this is unusual this is very special and regard a rabbit's foot as a lucky sign regard something as something 有没有 好 这个我们之前有看过的就是说 是什么什么什么 为什么什么 regard 什么什么什么 as什么什么 把什么是为什么 ok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regard um the castle as the most beautiful um ok building in this town ok 是呢 这个城堡呢 为呢 这个镇上最美的 最美最美的一个建筑物 这样子 ok regard a rabbit's foot as a lucky sign however there is no scientific proof of this superstition ok 好 到这边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好 如果没有的话呢 我们就